我们家的IG出了点事故 前些天送到了威海市4S店修理去了 今天咱们小区的好邻居 约着我们坐他们的车 去菊雨山 准备去瓜田里买点西瓜 还有一些骑行者 应该是从银滩单车锻炼的自行车队伍 到市里去 我们现在在通往市里的路上 这有交通医院就职 这里是银金大道上 这个高铁的这个锅路桥 这早就合拢了 从银滩出发 经过半个来小时 我们到达了市里 这是居高临下的高点 看这里的市里也是蛮热闹的 车还是挺多的 这里有一个税务局 跟白宫一样 我们过去管的叫小白宫 这个2004年的时候它就有 现在拐入这个叫香道还是村道了 这是一个捷径 现在小麦你看看 马上就成熟了 这边已经割过了 快到巨山了 这都是茶园 咱们那个乳山三宝之一的茶叶 乳山茶叶 一部分出自于这里 这里是叫楼村 公路标识是往前走是乳山屯 往左走是巨山 我们前往巨山方向 前进 我们又来到了巨山 这个景区了 记得一月前 我们曾经来过这里 这个水库叫院里水库 起的名字很有意思 院里的水库 这个巨山下呢 还有一个寺院 这个寺院的名称叫什么呢 巨禅寺 巨禅寺 我们今天的目标呢 不是巨山 而是巨山 再往南还是往北的方向 叫做玉皇山后 这里一个景区叫做玉皇山后 室外田园 这边一个大石头 这个村子旅游业搞得是很不错的 咱们就进来了 有人介绍说 六月中旬西瓜就能熟 所以我们大家伙过来了 看来今天来的话 可能是摘不到西瓜了 刚看一下地底 那个瓜好像还没有 还没有模样的 就到村里了 村里这边还有一个接待中心 还可以住宿 还有农家乐 大姐你好 带着你的小孙女啊 这里是不是来的游客挺多的呀 这个地方 你们这个地方还是 还是旅游的一个地方啊 现在西瓜怎么熟了没有啊 西瓜往不了吃 还不熟 得什么时候熟啊 在这个 这个羊里点 羊里的二是吧 那还得 还得十来天时间 哦 这是杏素啊 这个杏子呢 快熟了 一团一团的啊 然后新树底下呢 种的是黄花 黄花菜啊 这是开花的时候 三位大姐领着我们过来啊 看看啊 这位大叔 大叔这个刚塞了黄瓜回来 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不用 你看 还不好意思 小孙 你看这大叔多大方 你看 见了见了这个游客 就让他们吃西瓜 不吃了黄瓜 当你刚才的黄瓜就让别人吃 谢谢你了啊 我们同行的三位美女 也下到了田梗下面啊 我们来寻觅西瓜 看看这里就有一个瓜田 看看那西瓜吧 有的已经挺大的了 熟不熟咱不知道 不吃不知道啊 看我 我这个 脚下这个西瓜啊 尤其这个西瓜 你看多大个 真不小 真不小 这个大的应该是熟了 已经熟了 看这西瓜 大家伙馋不馋呀 好想吃啊 好想吃啊 得找主人来 到主人来后就可以买的吃了 美女你在拍什么呢 马齿馅 马齿馅是啥啊 马齿馅就是一种野菜 野菜也能吃吗 可以吃啊 这大的是什么东西呢 这是芋头 叫芋头啊 芋头是这样的叶子 这还没不太清楚 芋头的叶子 底下是豆角我看啊 豆角我知道我种过吗 然后这边是苞米 那边是茄子 这还算是个小梯田的 看这瓜的品种啊 有的还不太大 有的还凑合 三位美女呢 建了这个野菜啊 就是不要命的 往下开始采集了 菜野菜也是一种乐趣啊 对啊 大爷好 下地来了 二伯美女收获不小啊 你看已经收获了 大半袋子了啊 马齿馅 是吗 你吃过这个 吃过 吃过 什么吃法呢 凉拌也可以 凉拌也可以 那个煮了以后晒干了 蒸包子吃 哦 这种吃法是吧 这云体有好处的 好嘞 我们就知道了 我眼前这些树啊 都是一种大樱桃树啊 这个樱桃果已经采摘完了啊 偶尔能建一两个啊 还这个挂在这个枝头上 我们现在所挫的位置呢 呃 南面呢 是凤凰山啊 然后呢 咱看北面啊 北面是巨山 啊 山下呢 就是我们 这个 这个采野菜的 美女们 怎么样 收获还行吗 收获了一大袋子 一大袋子啊 那那那边是那个什么叫 呃 艾叶 哦 这是艾叶啊 艾叶 他们怎么还种艾叶呀 他们可能种了卖的吧 哦 对 这是不是艾可以做药材是吧 可以 哦 做艾融啊 什么的 哦 这样子的 我说呢 在银滩野地里到处都是这个艾 基本还种下来了 当作植物来种艾 哎 大姐 你这卖啥了 卖杏子 卖杏子啊 这你家 我家才宅的 才宅的杏子啊 太甜了 你怎么卖呢 这个 十块钱三斤 啊 那你可撑十块钱的吧 好好好 大娘你好 哈哈 这个一家伙买了你三十块钱的杏子 哈哈哈 哎 不是谢谢你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杏子啊 你们村都做靠种什么啊你们平常都是 嗯 对 杏子 绿 苹果 桃子 什么 啥都有啊 大西瓜 西瓜平常都要卖多少钱一斤啊 那那看两个早上十点就都一块五 哦 现在呢 现在就是一块五 一块五一斤啊 现在可是没有上市呢 哈哈哈 樱桃怎么卖呢 樱桃也过时了 没过时的时候卖多少钱 二十块钱 十五块钱的大樱桃 哦 都大樱桃 我没有说十五块钱从开始 哦 后来最便宜的时候多少钱呢 便宜的时候就是八块钱 八块钱哦 你们村里是不是来的人挺多的呀 挺多的 对 那那个五一天后这个切都有三百 三百零 哦呦是不是 村里村外这个都没穿走 哦 看来你们你们不种粮食是吧 不种粮食都种经济作物 哈哈哈 你们有第一种种粮食 生活怎么样生活 还行还不错 还不错啊 停了一些那个房车怎么回事啊 这 那房车来好久了 来好久了 人呢 人都出去玩去 出去玩去了 把这个拖挂放在这了 哦 这现在停了一辆 这可以停很多车吧 停的拖挂停的最多的时候 停多少辆房车 是 就是这样的房车有 房车也就是四零五零的吧 哦四五辆是吧 哦 对 对 比我们小三村都不是 这都还得起我们 哈哈哈 你们小三村是那个什么有吸引人的地方啊 所以大家喜欢上这玩的啊 谢谢 谢谢 因为人特别好 特别淳朴啊 好嘞 谢谢